她贵为朝鲜王后 却手捧叶湖伪装成盗尿的宫女 然后偷偷混出王宫 紧接着包下整座青楼 她要干啥呢 不一会儿老宝就带来了一个年过半百的中年妇女 她竟要密会被废除的尹王后 这可是谋反的大罪 没想到对方刚坐下就发出了圣人的笑声 说这一切都是报应 原来赵太妃密谋害死了尹王后的儿子 然后联合大臣雍丽自己的儿子当上了大王 现在又要加害林王后的儿子 拥离别的王子上位 果然身为王储的儿子没扛住死了 于是林王后将儿子的遗孙和元孙 接到中宫殿一起居住 没想到元孙画的一幅画竟又把她吓得半死 林王后慌忙退去元孙的裤子 腿上竟布满了真恐坏了 对方要对元孙吓走了 林王后吓坏了 马上抱起孙子 让她吐出刚才吃下的饭菜 原来元孙被容嬷嬷用针扎 小孩不敢说才将其画了下来 林王后马上找到容嬷嬷 让她说出幕后主使 但对方说幕后之人比您还要可怕百倍 说完就服毒至尽了 紧接着中宫殿吃火 元孙差点被烧死 世子飞甚至已死想 要带着元孙离开王宫 林王后大怒 说如果我是你 定会拿出这种气魄保护元孙 虽然嘴上这么说 但他心里也没底 对手不仅要搞你儿子 还要搞你孙子 甚至连他自己都 此刻的赵太妃就在逼迫大王废除林王后 大王表示林王后怎么可能会害死自己的亲儿子 赵太妃根本不信 豪横的说不要忘了是谁让你坐上的王位 黄领相也没钱的 让女儿去说服权益官 将一切罪责都推给林王后 因为两人的关系非同一般 林王后慌疑 当晚就要去见权益官 但看门的是黄领相 即使你身为国母也根本听不去 人家大可以说你是来串供的 林王后只能离开 果然在第二天的审讯上 权益官就一口咬定 世子是吃了林王后从宫外带进来的药材才死到 但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 林王后竟然承认了 不过他话风一转 说药材他也是从别人那里买的 这个人绝对值得信任 所以他才将药材给世子用的 是谁呢 世子妃 果然工人在世子妃的住所 收到了宫外的药材 世子妃这下是百口莫辩 赵太妃蒙 黄领相也蒙了 他们万万没有想到 林王后为了治保 竟然把儿媳妇给了 不过这恰巧给了黄领相 将林王后一网打尽的机会 紧接着老黄联合所有打尘 逼迫大王废除林王后 然后再将世子妃和元孙处死 这个要求当然很过分 大王说你一定要斩尽杀绝才买 然后愤然离居 而赵太妃和黄领相之所以步步止 最终的目的就是要逼迫大王 启用哲贤之地 既然无法抵挡浪潮 不如藤浪而行 于是林王后找到赵太妃和黄领相 表示要支持哲贤之地 理由是赵太妃知道 她密会尹王后的命 而尹王后将赵太妃 害死太人世子的事情 告诉了林王后 所以两人互有把柄 还有老黄 凭你的实力 你就一定能扳倒我 以及害死元孙吗 在倒出利弊之后 林王后开出的条件也极其诱人 首先将四子妃和元孙贬为素人 其次 如果她的儿子 没能在哲贤中成为王储 她将让出忠公之主的位置 至于大王那边 由她去说服 面对如此诱人的条件 两个老狐狸没有理由不答应 最终四子妃和元孙被赶出王宫 而前来送行的只有老二 老二解开绳索 握着被勒红的小手说道 你并没有犯错 叔父一定会将你接回王宫 不过老黄并不打算放过这对孤儿寡母 他早就安排好了人手进行截杀 但让老黄没有想到的是 囚车之内竟空空如也 原来这是林王后和狮子妃上演的一出苦肉记 元孙早就被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 一个比王宫还要安全的地方 在这里元孙不必再恐慌害怕 也无需畏惧 他可以尽情玩耍 也可以尽情换窍 更让老黄没有想到的是 大王虽然同意了折贤制度 但王主的人选并非由大成本选出 而是通过公平的竞赛 选出最贤民的继任者 不出意外 这也是林王后的主意 虽然竭尽全力的保护元孙 但老二却责怪他为了保住王后的位置 牺牲了大哥的遗孀和孩子 林王后表示他唯有保住王后的位置 才能保护你和元孙 老二根本不听他解释 扭头就要走 林王后喊住老二 说你是否愿意和闻娘并肩作战 将元孙接回王宫 老二说此话合一 林王后说到 而接下来即将上演的是王楚的竞赛 虽然林王后暂时稳住了局面 但最终鹿死随手 还真不好说 同时 林王后来说